中国希望通过举行安理会八亿问题高级别会议 推动各方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为缓解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 实现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最终通过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 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向和平的步子再小 也值得积极鼓励 保护平民的困难再大 也应当努力克服 本轮巴以冲突已经超过了50天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方多次强调 暴力无法换来真正的安全 武力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 中方欢迎一切有利于促成停火 缓解局势的努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马航 MH370科技事件后续工作 希望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脱善处理 对于此需乌有的报道 我不予置停 我们欢迎到10月27日 新西兰C级政府重视军事就职 国家